事儿我们听明白了啊 老婆满分是100分的话 这打多少分 100分吧 那你投诉半天 这男人多好 老公满分100分的话 这给多少分 他其实挺好的 那给多少分吧 给90分吧 那10分扣在哪了 他傻门太大了 老兄哦 有时候 他还凶你啊 今天这夫妻俩这交撒的啊 其实听他们讲 那个夫妻之间这点事儿 一个是让人觉得温暖 第二还让人觉得挺感动 第三个说句实话 应该有很多人很羡慕 尤其是最后妻子的交撑 和先生的交撑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怎么来帮助他们 过得更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先生你好 主任你好 你这衬衫挺好看的呀 这上班 平时的话你看 多多样 发型也挺帅的 你特委屈对吧 我替你跟你老婆唠唠 卢女士啊 你也委屈是吧 今儿要孩子站这儿 我估计孩子也得说 我委屈 然后你们三个人 就对着哭 很多来我们节目的嘉宾呢 是因为伤痛 你们是因为委屈 他们是因为不爱了 你们是因为太爱了 我想问一下卢女士啊 你说她这衬衫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但是咱多花五十块钱 买个T恤 就那么难受吗 不是不给她买 她上班很少便宜 就给她买 不是那种大的原则性问题 就给她买 其实我前面觉得 您抓的很多事 抓都对 比如说要回来照顾孩子 比如说就把她 从外地抓回来 夫妻不能异地 这事做的都对 但是我们要抓大放小 就买个T恤 留个发型 多给点零花钱 这事有那么难吗 你先生有两度哽咽 第二度呢 就是提到说 这十四年来 我都听你的 你还想怎么样 第一度 你们可能都没感受到 我感受到了 就她说 我兜里就二百块钱 就这个事 男人也要脸啊 您的控制欲太强了 控制欲强的原因 是因为安全感弱 所以你怕什么呢 你怕她兜里有钱 她就不老实了 咱说实话啊 别说什么 我怕她喝酒喝多了 你主要是怕这个 没什么好没安全感的 我觉得您先生 这十四年来 肯定什么 其他的事情都没有过 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 包括对待孩子 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个孩子了 您可倒好 在饭店门口等着 那人吃饭 能不噎得慌吗 所有的小朋友 都在那吃饭 都没有妈妈来 就我妈站门口等着 您这叫过度保护 包括他到学校里面 打篮球这件事情 那男孩磕磕碰碰 不是很正常吗 他自己碰坏了 您找老师 你还哭 我关心你们 我错了吗 错了 错在哪里 第一 他想要美洋洋 你非得逼着他 选喜洋洋 就像您先生 想穿件T恤 你非得逼着他穿衬衫 一样的破坏孩子的创造力 小朋友是没有 这种性别概念的 像我儿子 他就喜欢粉红色 那我就买 粉红色的东西给他 他只是喜欢 这样的形象 或者这个色度而已 不要剥夺孩子的创造力 第二 不要破坏 他们人际交往的环境 比如说你冲到 人家饭店门口等 就是在破坏 他和同学们之间的 关系环境 你跑到他学校里面 去跟人家老师 去质疑这些事 就是破坏 他和老师之间的 感情环境 你们之间夫妻关系 相处的模式 没有问题 他很享受 并且很幸福 现在这样的状态 那你们就这样 继续过日子 但是每个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 秘密花园 我们除了要遵守 这样的保守规则之外 更多的 要给予对方的 理解和关爱 而不是侵略 好吗 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卓妍老师 我先说几句 你可能不爱听的话 你所有的都是 为对方好 为老公好 为儿子好 你以你自己爱的名义 你剥夺了他们的尊严 你不够尊重 这两个男人 其实他哽咽 后来又说你 没问题 你一百分 这都是基于你的爱 你被灌成了一种 蛮横 无礼 不分任何场合 任何原因的管理 这是不对的 你真是为他好 对吧 你不能只管他的消费 早上六点到十点 为什么对他如此忙碌 六点到二十二点的 这事你熟视无睹 你口口声说 我为你好 你身体不好 戒酒 戒烟 请问你能不能把 你的好硬在刀刃上啊 这么忙 他没病也得有病 况且现在是怎么样 心梗 你真爱他 还是行使自己的 那点权利欲 我教你一个法则吧 任何的爱 都一定处于尊重对方 方式上呢 和善而坚定 充分尊重你的男人们吧